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们还真的没人拦下的吗 你就装扮 一户每天就一个外出指标 你又不是不知道 瞧瞧你说这到底发生什么了 我敲门 门没锁 我就拉门进去了 我就说剧本里我的台词了 对吧 好鱼顶 鱼顶 然后我就拿出了我心爱的小披萨 为什么种丢我呀 干嘛 我的Joy特制套餐 一直是街角那家披萨店买的呀 我总不能是从叶大利带回来的吧 兄弟 这口气我们明天去帮你出 我们派一个人跟你去 谁去呢 我们这里最聪明的人 Chainler 已经出彩 被隔离又不能回来 什么鬼 我们一个个都是身怀绝技 我们都身怀绝技呀 对呀 我们是最强四人组 神奇四侠听过吗 嘎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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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读书少你别骗我啊 我就不知道我有什么绝技 你不是会用眼神 解开女生的内衣吗 但对方那都是汉子呀 我需要个模特来演示吧 滚 OK 那菲比 你有啥能力呢 我想想啊 哦哦哦哦 我最近来了一首新歌 这首歌在中国可火了 我来表演一下 咳咳 Smiley Cat Smiley Cat 我 are defeating you 这首歌你不是唱了很多年了吗 哦哦哦 假唱错了 这首才是 大红的长裙 蓬松的头发 你牵着我的手 看最新展出的油画 思想无人的街道 和空荡的家里 就只是我一个人 开狂欢的party 你还是唱 Smiley Cat吧以后 哎呀 还是该我上 是吗 你有啥能力呢 我最近 买了本演员的自我修养 已经开始练习表演了 说说 对方是什么样的人 呃 感觉是两个 傻宅 那简单啊 看我的 嗯嗯 你们怎么能欺负我的乔姨呢 你们真是太坏了 大坏蛋 不给你们玩了 狂鸡 狂鸡 行了 就是你了 哈喽 各位朋友们 大家早上 中文 已经晚上好 不得大家看完了这集 我们的乐高第二集 啊 喜不喜欢呢 啊 这一集 大家也看到我们尝试 邀请了其他的人来 参与我们的制作啊 他们给这个角色配音啊 也赋予了这个角色 额外的一点生命 我觉得 对对对 我觉得挺好的 我觉得挺好 不知道大家喜喜不喜欢 呃 因为这个定格动画的制作 包括这次又又牵扯到其他的人 所以啊 也花费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 真的希望大家会能够喜欢啊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要多多点赞 投币收藏 支持我们这个系列 还是那个老话 我们呃 500赞啊 获得500赞 就继续 我们的第三集的制作啊 真的 就是啊 太辛苦了 做这个系列 对对对 然后也是借此机会呢 就跟大家讲一讲 我们最近的更新 因为我们顶着一个叫 有约旅行的名号 然后最近好像并没有更新 很多旅行的视频节目 呃 我们的粉丝数也跟着跟着 往下掉 呃 一阵子我就想说 要不要我们换一个名字 说 叫叫一些别的 个人像一点的 呃 没那么多旅行标签的 这个这个名字 呃 但是又想说 因为很多粉丝 持续关注我们是因为 想在我们这看到一些旅行的视频 和旅行相关的东西 啊 但是确实因为疫情的原因吧 第一是我们没法出去 呃 去拍摄新的素材 那另外呢 也是说 呃 我觉得旅行也不是大家最近关注的一个话题 或者说一个品类 啊 所以 我们可能近期在这个频道啊 柳约旅行频道还是不会改名字啊 不会改名字 但是呃 更新的频率 就旅行视频更新的频率会稍微低一些 稍微低一些 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下一次出去拍摄新的素材是什么时候 所以存后就那么多嘛 所以可能要放缓一点更新的节奏 希望大家能理解 呃 另外呢 就是像 比如说乐高系列啊 包括我们最近在做的主题拍摄 就是大家投票选择 呃 我们制作拍摄主题的这么一个活动 都会移步到啊 老李的这个这个 啊 一个小号上 叫做老李是李哥啊 也是之前叫做司机李的这么一个频道啊 在上面也有一点点小小的关注度了 希望能够 小小的 小的 啊 如果大家 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看一些这个我们日常项的 比如说这个乐高的系列啊 包括主题拍摄啊 然后老李最近想做的 我们因为最近是自己生日礼物 我给自己买的这个 iPad Pro啊 啊 各种 然后我发现哇 其实拍数码产品挺好玩的 对对对 所以最近可能会拍一些这种 呃 数码产品的 实用体验 那我们的主号 我们的大号呢 有约旅行 从下周开始就会恢复啊 应该是每周一更的啊 这个 有约欧洲的旅行啊 虽然现在欧洲疫情非常非常严重 大家去不了 但是还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去 云旅游一下 看一下 呃去年的时候啊 老李在欧洲的一些旅行 好吧 那这就是所有东西 还是那句话啊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的这个系列啊 五百赞 五百赞 我们就进入下一集的制作 只要五百赞 这么好玩的乐高 有故事剧情的定格动画 就会继续更新了 不要历设你的点赞 谢谢 拜拜 我是你们朋友四季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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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